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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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提醒您从礼拜五晚上开始风数都会明显增强 而且会一连续至少到礼拜天 有机会在下个礼拜一的时候 台风就会逐渐转向东北的方向 朝日本侵袭了 所以提醒您 虽然说这个蓝岸台风 对台湾并不会有造成太直接的影响 但是呢还会进阶的 接下来的天气形态 会为台湾带来不稳定的环境 尤其是如果您是要前往日本的话 务必要留意了 因为目前看来呢 有机会在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的时候 就有机会朝日本前进 主要影响比较大 地方呢 像在关西或者是在东日本 提醒您目前影响清醒 日本哪里可能都还变数很大 所以如果接下来几天要前往日本旅游的话 务必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了 但是提醒大家如果是在台湾的话 上面可以看到是接下来几天 从礼拜五晚上开始就会受到 这个台风外温环流的影响 原本是比较偏向正北风的 接下来呢 东北风会渐渐的越来越大 而目前看来呢 除了在花东比较被风射的地方之外 其他地方的沿海地区 强阵风目前看来都有机会 来到6到8级的强阵风 所以提醒您接下来几天的风浪 都会明显增大 如果有些海上作业的话 务必要特别留意了 尤其是有些地方 还甚至会出现一些风狗浪的情况出发生 而除了这样风明显增大之外 还有雨的情况也是会变得相当明显 预行呢 礼拜五的时候整个风向会比较偏向东北风 所以呢 像在过去几天宜兰没有什么下雨 不过到礼拜五可能会变得比较明显 提醒你宜兰的观众朋友们 要稍加的留意 准备一下雨傘雨婴 不过到了礼拜六呢 又会风向稍微转向比较偏正北风 这样的正北风呢 会比较属于这种秋冬季的地形性的降雨 所以像是在基隆北海岸 还有一路到新北还有桃园山区 一整天累积下来的雨势也是蛮多的 提醒大家咯 户外活动一定要持续留意月 天气形态都会是比较不稳定的 偶尔雨势也是蛮大的 户外活动一定要记得多加留意 不过目前看来呢 有机会在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之后呢 会随着台风的水气逐渐的远离之后 台湾附近的水气量 尤其在北台湾就会逐渐的减缓下来 但是目前看来呢下雨的几率依旧是高的 所以最近这几天都是连日下雨下不停的 提醒大家如果家里面比较潮湿的话 还是要多加的留意 可以试试的拥有一下这个除湿机会比较好一点了 而至于呢 像在桃园以南新竹以南地区 一路到高平还有盛在花东 目前看来呢 天气形态都是至少是多云到晴 比较稳定的天气精灵 可以好好的把握了 但是提醒您中南部的观众朋友们 要留意日夜温差比较大 像是在今天晚上各地的低温 还是有机会来到23到25度 吹起风来真的有点秋天的味道了 而特别是在明天白天的温度 跟今天的差不多 在大台北的最高温 还是会来到23到25度 而东半部呢 属于多云的天气 高温大约会来到27到29度 不算太凉不算太冷 还算是非常的舒服 但是提醒您中南部的观众朋友们 务必要留意了 因为中午的高温 还是有机会来到30度 日夜温差比较明显 所以提醒您找出晚归的话呢 还是要记得多戴一件外套 而另外也要留意的是 如果你是要南北往返的话的观众朋友们 务必要留意这样天气的转变 以及温度不太一样了 以上资料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我们下次再见咯